入入8万的AI网红美女 短短几个月就在印刺上获得了超过30万粉丝 单条广告报价1000欧 而你还在观望吗 实际上打造AI网红不用录脸 也不用复杂的技术 每周花一个小时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我之前的视频介绍了AI网红搭建的第一步 带大家手把手打造了一个 更容易受欢迎的AI网红 而今天的视频 我就教大家如何保持网红人物的一致性 发布日常生活照片 我将介绍一款免费且无限次使用的工具 以及Me Journey保持人物一致性的方法 同时为大家分享AI网红的日常运营技巧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我们介绍的第一款软件是Focus 它的一些基础信息和设置 我在上个视频中已经介绍了 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关于它的一些高级技巧 也就是怎么把图片 玩出花来 我们勾选Input Image 首先是这个 它可以在你的图像中添加一些微小的变化 比如改变表情 虽然这个也可以在我们后面提到的 Input工具中实现 但是在这里的效果可能会更自然一些 比如上传一张图像 并选择Very Settle 保持所有默认设置 在Prompt中输入Happy Smiling 我们可以看到图像有了一个小小的微笑 我们来看看效果是不是还不错 接下来介绍Image Prompt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四张图结合在一起 首先要做的是点击高级复选框 这样我们就可以显示这些额外的设置 接下来我会逐一介绍它们 第一个是Image Prompt 这和Me Journey非常相似 当你上传自己的图像并勾选它以后 最终生成的图片就会模仿里面的样式 角色 构图 颜色等等 我上传一张图并加一个简单的Prompt 我们来看看会得到什么 你可以看到它混合了这个图像 与我们的提示 我们上传的这张图片 对最终图片的影响力有多大 取决于StopAt和Wait值 我们稍后会详细介绍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如果说你想获得一个有类似姿势的角色 你就可以用它 我们来试一试 添加这个Prompt 你看我得到了一个和参考图非常相似的构图 是不是很神奇 CPDS和Pirocony有相似的目的 但它们是采用不同的方式 虽然我们最终在生成图片的时候 可以选择不同的选项 但是CPDS和Pirocony 我建议不要同时使用 这也是我们保持AI网红一致性的重要方法 让我们添加之前生成的网红照片 填写一个Prompt 这可以是任何场景 你可以把你的网红带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 接下来我们再上传一张图片 作为资设参考 在这张图片下勾选Pirocony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顶着这张脸在这个场景下做了这个姿势 是不是很好玩 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两个设置怎么用 weight是我们希望 这张图对最终图像的影响权重 weight值越大 影响越大 stop at值越高 那就是指我们将把这个control net 应用于更多的步骤 给AI较少的机会进行自由绘制 从而保持原始图像的结构相似性 同样stop值越低将给AI更多的自由 现在我们已经生成了一张照片 但它可能不是那么完美 我们想做一些微调 那么就可以进入in paint或out paint 托入你想要编辑的图像 在想要更改的区域上绘制一个遮罩 写提示词 然后单击生成 我们看看效果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改变服装甚至背景 接下来我们试试out paint来拓展图像 例如现在是一张竖图 我想生成一张正方形的图片 就可以向左向右out paint 好这就是如何使用focus去制作人物一致性的网红 真的非常好玩 而且因为是免费的 所以没有任何输出的限制 大家随便玩 接下来我再介绍老牌AI图片生成软件 Mid Journey Mid Journey在今年三月份上线了 期盼已久的角色一致性功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 接下来我除了展示基础的功能使用方法以外 我还会分享两个使用它的小技巧 首先这个功能的基础使用方法就是 在提示词后输入cr-ef 并复制参考图像的URL网址 需要的话可以使用cw来改参考强度 墨运强度是100 会使用参考图像的脸部头发和衣服 强度是0的时候 它就会只关注脸部 适合更换服装或头发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用Mid Journey生成的网红 我们需要根据这个形象 生成不同场景下的图片 但是人物保持一致 我们来重新写一个不同场景的prompt 这个我们模拟的是网红在喝咖啡的场景 discord中写-imagine复制刚刚的这段提示词 空一格-cr-ef 找到我们之前生成的那张网红图片 右键复制图片链接 粘贴到cr-ef后面回车生成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保持了参考图片的形象 头发等 但是动作和场景发生了变化 除了这些基础的配置以外 我再给大家分享额外的两个小技巧 第一就是我们如何提高人物的相似度 那角色一致型这项功能 me journey官方现在表示 对他们自身生成的图像效果是最好的 对照片或者是你上传的其他图像 可能没有那么稳定 那经过实际测试 大家可能也发现 即使用的是me journey自己生成的图像 cr-ef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相似 所以经过不断测试 我发现了一个比较有用的方法 就是让参考图像中人物的占比尽量大 也就是我们在生成网红图片的时候 可以使用头部特写这一类的关键词 这样之后我们再用cr-ef去生成的时候 人物面部的相似性就能得到有效的提升 第二个技巧就是将cr-ef功能和s-ref功能结合 s-ref指的是我们参考图片中的风格 这个功能我认为非常适合让网红去模拟一些你喜欢的场景 我们再上传一张用于风格复制的图像 它的链接将用在cr-ef中 比如我们依然使用刚才的网红图片作为cr-ef的链接 cw值呢建议调为0 这样方便对我们的人物发型和服装做出一些改变 这是我测试的一个案例 整体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好这就是怎么用me journey去生成一致性的网红日常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AI网红的日常运营方法 首先就是确定运营日历 我建议大家保持一周三到五根 每次更新一到三张图 这些图片可以是特写全身半身不同角度的 来增强我们图片的真实性 为了管理更加系统化 我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个日历表 然后以周或月为单位 在上面标注需要更新的内容和频率 这样就比较清晰 不至于是你想到哪天跟才跟 第二就是我们要满足用户好奇心和好color的需求 非常明显我们要打造的就是颜值类网红 它呢是用来满足马斯洛需求理论最底层的需求的 也就是用户荷尔蒙等的生理需求 网红只要穿着美美的去做任何的事情就好了 那我这里呢也列出了一些常见的网红活动 比如爬山骑自行车画画坐瑜伽旅游等等 你的日常就可以更新这些网红做的事情 当然如果你为了猎奇也可以试试看去挖掘一些小众的场景 最后就是我们要和用户积极的进行评论互动 这些呢都是你潜在的顾客 多次互动以后啊更容易让用户从你的账号中获取情感价值 从而增加忠诚度和信任感 好完成网红日常运营以后 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变现了 AI网红到底有哪些变现模式 他们究竟该怎么带货 如何把我的产品和AI网红融合在一起 一些需要付费的18件AI网红照片该怎么做 等等等等 更多关于自媒体运营的知识 我在我的AI商业实战攻略里面 也为大家做了详细的分享 手把手带你旗号 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说明栏链接查看课程 我是莫子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赚被动收入